車上駕駛募集 路旁兩位駕駛 當街鬥毆起來 兩人相互拉扯 你一拳我一拳 左閃右躲 再出手動作敏捷 就像拳擊手一樣 越打越火爆 再看一次 男子下車後把外套脫了 開始與另一名駕駛 當街上演拳擊賽 一旁熱心民眾也看不下去 趕緊下車勸阻 怎麼回事 火爆呼毆事件 發生在25日下午2點左右 台九線花蓮指卡旋大道上 轿車無性駕駛疑似內線開太慢 或防小貨車零性司機猛按喇叭 雙方在紅綠燈爆發口角 接著就在馬路上大打出手 影片曝光也引起網友議論 戲稱是台九線被拳擊賽 一旁民眾下車勸阻無效 兩人繼續拳打腳踢 狂揍猛揍 一路拉扯 而其他用路人則紛紛閃避開走 原以為兩人停手就結束了 結果走回車邊又繼續開打 這回換黑衣男子被趴在地 大打兩回合派出所隨後接獲報案 但雙方已經離開現場 兩車B車以及危險駕駛的部分 警方會進一步查明 另外全案將依違反社會智序 維護法寒送 並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告發 一普行為危害用路人安全 將被開罰600到1200元罰還 只因行車糾紛 兩人當街互殴 不僅全身傷還要吃上罰單 記者留替交理聽西花蓮採訪報道 記者看見西花蓮採訪報道 我們有 contexts期 23.14.2010 記者看見西花蓮採訪報道 請加油 記者看見西花蓮採訪報道 記者看見西花蓮採訪報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